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由亚洲电台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何平 大家好 我是唐奇威 艾未未被捕已超过50天 她的家人抗议当局强加给她的巨额逃税等罪名 海外艺术家纷纷声援艾未未 请看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新宇的采访报道 爱的姐姐高阁表示 在这个关押了48天之后 还给了一个初步的确认 那在初步确认中 我们其实对于经济这个问题 本身我们真的不想发展太多的 我们的想法 真应该尽快地走入到法律程序 一个公平透明的 就是对艾未的这件事 有一个这个审理过程 从这个他们所公布的这个文字来说呢 你本身这个文字 你就不应该由新华社来公布 因为由空间盘来跟家属来说对不对 那么其次呢 这个你这个新华社记者 巨细新华社记者 他已经高于了中国的法律 真是可以先透露给他们 对办情说 对方也认为是不公平 日前一名古巴艺术家用葵花紫油 反射艾未未的头像拍摄了一段短片 并投影到中国在纽约的领事馆大楼外墙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欧美一批建筑师 设立了一个百名建筑师百张照片的网站 100艾未未.org 收集100张艾未未的照片 网站中提到 艾未未在离开中国时被政治逮捕 我们作为她的朋友和建筑界同业 要求当局释放她 以及她那些为民主 而被中共政权驱压的人士 正在台湾访问的四川省长蒋聚风 星期天下午到势力动物园参观大熊猫时 遭遇约30名在台湾的藏人抗议 要求释放被捕的格德寺僧侣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李同 发自台北的报道 蒋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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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抗议的藏人 来自西藏青年议会台湾分会 以及台湾自由西藏学联 他们一看到四川省先遣官员抵达 就高举步调和大字报抗议 上头写着 蒋聚风 释放四川格德寺300位僧侣 四川西藏僧人平措自焚 我们要真相 西藏青年议会台湾分会会长 但金群佩说 今天的我们数学是 在我们那个 我们阿爸这区啊 自治自治世历 里面还是有300多个 三百多个喇嘛 他们有被抓住了 不知道到目前在哪里 到现在就是昨天前天 还有抓了两三个喇嘛 然后还是那边喇嘛 两千多个喇嘛 还在庙里面 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吃 那我们希望就是他们 那个军队除掉 或者除掉 就是让他们给他们吃东西 先 由于警方允许抗议藏人 持续留在熊猫馆大厅 蒋聚风一行 婴儿不愿意从大门出入 车队婴儿直接开过大门 失望平时搬运饲料 工具的作业区大门 台湾图博之友会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等团体 冤定星期一在台湾原山饭店 举行四川没自由 没旅游记者会 但饭店临时毁约 闭门谢客引发冲突 请看本台记者胡汉强 发自台北的报道 由于事处突然 冤定要参加记者会的媒体 只能等候在饭店大厅 台湾青年反共救护团领导人 林宝华在和饭店员工 推挤过程当中跌倒在地 台湾图博之友会发言人 周美里当场向媒体展示 他们在上星期就和饭店签订了合约 周美里强调 图友会只是借用原山饭的 一个房间举行记者会 让台湾的媒体了解 四川省迫害人权的真相 同时在进行的官方 在饭店举行的 欢迎四川省长蒋居峰的活动 安排在饭店的十二楼 绝对不可能因为一个 在二楼房间内举行的记者会 而受到干扰 但是原山饭店不惜毁约 在会议举行前一个小时 撤销图友会 圆珠界的二楼客房 导致来宾和媒体 都无所适从引发混乱 在警方的协调下 图友会的记者会 搬移到饭店的地下室举行 为参加全美首届少林文化论坛 中国松山少林寺方丈 适用性来到了洛杉矶 就内地网站热传 他在河南嫖记的负面消息 首度做出公开回应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消融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关于我本人的各种各样的传闻 就很多了 好坏都有 负面的甚至多于正面的 这也是大家关心少林 关心我 对我本人是一种鞭策 有些是一种玩笑 有些玩笑甚至开过了 我们都可以理解 五月上旬 内地网站开始出现有关 试用性的负面消息 少林寺外联办 也在第一时间对外说明 往常传言纯属污蔑和诽谤 强调方丈的行踪透明 也向警方报案 要求依法启动调查 少林武术和产权皈依的精神 在海外有众多粉丝 全美首度举行少林文化论坛 本是中外同好的一大盛事 但往上信息 流通又快又广 也令主办方严正看待 我看了 当然这个传闻 我想大部分明白人 一看就知道 这个不是一个真的 我认为一直要用无聊的信息 来阻挡一个比较正面的事情 我觉得有一点可惜 我相信这个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 没有什么影响 有旅日华人汉光导演的 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 22周年的电影纪录片《流亡》 21号在日本东京都涉谷区 举行了首映事 请看本台特约记者南州 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影片经过三年的精心制作 采访了胡平 王丹 徐文力 杨建立 作家高兴建 郑一 诗人黄祥 还有1979年发起《星星美展》的艺术家 马德生 王克平等近20位人士 回顾了文革 民主墙和六四的历史 见证了流亡人士在海外的生活 放映结束后 影片导演汉光和观众见面 并用日本语表示说 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21年了 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公开事件的真相 给参加运动的爱国学生和北京市民 做出一个公正的答复和结论 使这一历史事件日益淡化 模糊 制作这部历史纪录片 就是要祖国的同胞和所有海外的华人 记住这段历史 大型纪录片流亡在东京首映后 6月4号将在除东日本地震灾区以外的 日本全国各地的十几家影院同时放映 洛杉矶一些人士 因担心哈仙达港学区 开办的孔子学堂 成为共产党的洗脑工具 发起罢免学区教委的行动 由于无法征集到足够的选民联署 罢免行动宣告失败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肖荣 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一度被指名罢免的三位教委 同为华裔 接受汉办提供经费补贴 开办孔子课堂 得到部分侨团认同 并为他们成立声援委员会 三位随区教委在法定观察期之后 举行新闻发布会 说明本次罢免已宣告失败 罢免不能成案之后 发起人之一陈凯 对本台表示 按法定程序提起罢免 没有所谓成败问题 目前计划通过年底教委改选 再度对孔子课堂 发出反对意见 更实际的是 就是找一个合适的竞选人 把他们选掉 这个比较实际一些 这个步骤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当然时间呢 或者投资精力 我认为比较事半功倍 当三位教委和声援者 把反对的一方 视为逢中必反的声音 陈凯对此表示愤怒 并于反驳 在美国它是一个自由的环境 你有自由去讲真话 你有自由去传说谎言 这是让他们自己去鉴别的事情 现在把一个不是自由的一个文化 放到一个自由的文化里面来 来西方反西方 用自由灭自由 这就是他们现在正在做 非常扭曲的事情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何平 我是唐奇威 谢谢收看 下次节目 我们再会